我们的案子终于结案 而且是非常正面的结案 这两年来大家都很委屈 大家都很抱歉 林瑞阳张庭夫妻党2021年 因涉嫌违法传销 遭中国当局冻结 88.8亿台币资产和96套房产 经过两年审理 法院撤销该案 房产银行存款全部解封 洗刷院区的林瑞阳 开心拍影片吐露心声 我们的案子终于结案 而且是非常正面的结案 所以即将要有非常多的活动 我们会在全球各地 重新找回我们的代理 重新让那些客户再度的回来 林瑞阳更号召代理商回归 准备再度重展事业 这两年来大家都很委屈 大哥很抱歉 但大哥也很开心 也很要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明天要产名公布 怜阳还会准确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